AI教父黄仁勋访台掀起了AI热潮 现在呢这一位就是大赢家 因为相关的概念股市值是往上涨 像是他们合作的伙伴广达 今天的盘中价就突破了200元 创下了23年来的新高 收盘价也有195元 股价飙涨也带动了创办人 这个身价也跟着涨 林班里在富比市及时的富豪榜当中 成了全台新首富 他的财富达到了91亿美元 相当是2800多亿新台币 赢过了协王张聪渊 还有鸿海集团的郭台铭等人 专家就表示AI的产业正在起飞骑 接下来前景相当看好 AI的伺服器市占率提高 也会带动这个领域的领头羊广达集团 AI教父黄仁迅惊喜现身站台 大笔一挥 签上大名 广达集团旗下的云达 作为辉达合作厂商 双方合理推出AI伺服器 有了黄仁迅 这位AI教父加持 让广达集团成为业界领头羊 搭上这波AI热潮 股价一路上涨 13号盘中来到206元 创下23年来新高 收盘价也有195元 涨幅达到4% 广达集团创办人林百里 今年为押上致辞 句句离不开智慧两个字 这波股价上涨也带动他的身家 4月时在富比市台湾富豪榜中 排名第九财富有56亿美元 如今急起直追 在及时富豪榜中身家涨到91亿 超过新台币2800亿 成了全台新首付 而先前赢过他的 又身家80亿美元的协王张聪渊 73亿的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台铭石化产业长春集团的林书宏 以及食品大厂旺旺集团的蔡衍明 通通都在这波AI趋势中 被林百里的91亿给超车 专家也提到 AI产业芳心为爱 接下来前景看好 下周AMD执行长苏兹峰 也将放胎 各界都在观察能否多一份合作机会 抢分AI伺服器这块大病 华氏新闻刘伟成沈丽荣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